疫情严峻 依然是还没有看到降温的曙光 截至星期六 加护病房内收治了844名冠病重症患者 卫生总监丹斯里诺西山已经不止一次警告国人 医疗体系早已不胜负荷 他更在面子书发文坦言 当确诊病例攀升的速度超过前线人员 医治冠病患者的速度时 医护人员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 优先把有限的加护病房床位 让给康复几率比较高的冠病患者 我国单日确诊病例屡创新高 医护人员疲于奔命 诺西山昨晚在面子书上发文说 光是5月1号到29号 国内就有1144人因为冠病撒手人寰 卫生部医院的停尸房爆满 法医服务组在施拉阳医院 沙登医院 新山中央医院 亚比中央医院以及双西茅诺医院 准备了特别集装箱来容纳 冠病和非冠病患者的遗体 雪兰俄巴生医院也特设容纳 新冠死者的Flexima设备 文告指出集装箱能够容纳20具遗体 Flexima设备则可以容纳12具遗体 诺西山坦言 医护人员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维护公共卫生以及挽救生命 不过在这个治疗速度 赶不上新增病例的艰难时刻 前线人员也不得不做出决定 优先将加护病房 让给具有较高几率痊愈的患者 他再次疾呼国人 尽量待在家里 如果有重要事出门 则要百分百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共同努力让我国的卫生系统免于瘫痪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